而且我知道說 正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優質偶像的閃光點 我們還特地組成了一支很特別的隊伍 7th Sense 對不對 7th Sense 就是我們小分隊 就是由7個成員組成的 所以哪7個成員呢 就是以每個隊不同的人 S隊會有 許家綺 蛋默 然後苦笑瑩 張宇格 然後趙月 然後還有陳琳 楊玉卓 那麼其實她和這個48本身會有什麼 我說了戴萌 怎麼可能會忘記她呢 戴萌怎麼會忘記呢 第一個許家綺 第二個就戴萌了 對啊 然後呢 我們剛才講說 那麼7個成員身上一定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特質 說這個隊伍和我們的 SNH48有什麼樣的一個區別在呢 就是人比較少吧 對 SNH48現在有個 就是好幾個隊群 現在已經發展成200多人了 對 我聽說是總就選有271人同台 200多人同台 就是非常的壯觀嘛 然後我們7th Sense只有7個人 對 區別還挺大的 但是我聽了幾支歌曲 我們7th Sense 大概都是 風格其實也和以往的一些甜美的 不是很一樣的 是比較酷炫的 酷炫帥 很帥氣的 很帥氣的 所以兩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風格嗎 還是怎樣 就是 其實 正常來說 什麼風格都可以很好的駕駛 對 作為優質偶像 我們所有風格都可以駕駛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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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7th Sense不只是包括有帥氣的風格 其實還有 就是以趙岳為C的一首 Moonlight 然後還有 也有甜美清新的那種歌曲 對 但是 它不僅說是 我們的成員少了一點點 而且 我們還是經過了一個魔鬼般的訓練 對不對 對 主持人你補課的好多 因為我之前也有看過 我們之前去韓國訓練生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分宿社啊 或者是怎樣怎樣 對呀 所以說 有綜藝的這個活動在裡面 大家其實是受了一些苦的 嗯 就是 其實 怎麼說呢 還可以 因為我們之前去韓國一個月嘛 那一個月 嗯 早上 八點多 然後到晚上三四點的時候 然後都一直會訓練 但是我覺得 也不後悔 而且很開心 能有這次機會 因為就是我們變得 會比原來優秀很多 是 所以當時在韓國是待了多久大概 嗯 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左右 那會不會覺得說真的被折磨得好厲害 好厲害的 就是那個時候特別的想家 然後 也有想過 就是其他的有些練習生啊 像中國的過去的話 如果待一年 就是很難年 對 對 他們都堅持住了 所以說我們想我們也要堅持住 對 人家都能做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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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